大家好,咱们这上面是今天刚画的两朵牡丹花 下面呢,咱们把叶子画上 这是咱们画彩色的叶子 就是用藤黄、鹅黄和花青 还有山绿 还有一点点珠标 鹅黄、三绿、花青 还有一点珠标,咱们调一个绿色的叶子 给它画上 这个花头向右,这个花头向左上 咱们这样写着上来 给它画上叶子 这次叶子呢,咱们尽量的少画叶子 少画叶子 让这个花的花头特别突出 大概就是这个地方 画几片叶子 画几片叶子 然后这个地方 画几片叶子 然后这个地方的叶子 带个叶 让它伸出去 等会咱们在这个地方 画完之后 再根据这个位置 看是否再加一个这个小的花头 咱们现在开始 这个牡丹叶子 所谓的三叉九顶 所谓的三叉九顶呢 在外面 烧上的 烧上的叶子 这个三叉九顶 你稍微把它给带出来一些 如果是一种叶子的话 一种叶子 你就根据这个 疏密的需要去安排就行了 不要过于 不要过于这个纠结于它这个三叉九顶啊 这些 这样一批叶子 如果咱们感觉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呢 不是主要的叶子 咱们用 笔尖带一点这个三绿 给它扫一下 从叶尖 扫一下 扫一下 让它三绿颜色呢 在这个绿颜色中是比较 比较这个冷的 冷的绿色 然后把它扫一下 让它这几片叶子有个变化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画一组 画这一组叶子 那就是正面朝着观众 就是它有一根一枝叶 那这样伸出来 伸出来这个地方是三叉九顶 最前面正对着观众的 这个地方可以画的火一点 让它飞出去 咱们果画呢 就讲究一个 这个笔 非常飘逸的感觉 这时候呢 刚才的笔上颜色不太足了 咱们就在盘子里找一点 稍微暖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 笔尖还是用三绿多一点 加热 牡丹花呢是春天开花 春天开花呢 它就有一个要求 就是它这个花朵 没有残的 不是花朵没有残的 就是这个叶子几乎就没有残样 它是春天正暖和的时候 开花的 所以说咱们画这个 你就不能把这个叶子画得 毛毛叉叉 像这种稍微有一点的可以 你不能到处都是这种 这种毛毛叉叉的地种 春天的叶子它不是这样 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想要 给它颜色区分呢 咱们就可以往上面扫一点 注标色 或者说像刚才那样扫一点 三绿色 刚才三绿色咱们扫过了 咱们现在往上面扫一点 注标色 现实中的牡丹花的叶子 比这个颜色要稍微深一点 不仅颜色要深一点呢 现实中牡丹花的叶子上面的红色 它更接近胭脂色 不是注标色 它和月桀花很像 月桀花上面的红色 都是接近于这个注标色 而且接近于胭脂色 刚才说错了 再重复一点 刚才说的不清楚 再重复一点 月桀花和牡丹花叶子上的红色 更接近于胭脂色 但是通常我们画的时候呢 往往呢 用注标色 为啥呢 因为这个胭脂色它比较暗 颜色比较暗 你要是用胭脂色 和绿色混合 混合出来 它的颜色比较脏 咱们现在画下面这一批 伸出去的叶子 因为它的下面呢 它就相当于老叶 所以呢 这个咱们的 颜色呢 纯度让它低一点 是 这个咱们的 酱 是 这个位置的叶片 你稍微带点钱就可以 咱们聚会 去吧 容易 被 那 我们 realmente 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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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个颜色有点趋风 感谢观看 整体上是一个暖绿色的色调 好了 这个位置 咱们留的也可以 咱们就可以 给这个地方 再画一个小的花包 这两朵花呢 颜色比较重 咱们这个花包就颜色给它画得浅一点 笔尖呢 用薯红调腌绿色 把这个还没有开的这个窝窝 给它抠出 点一点就行 然后呢 然后呢 咱们刚才不是调了一点比较鲜顿的绿色吗 把这个花包的鳄片给它画上 像写一个对号一样 走 钻鼻 对方 走 钻鼻 对方 反过来 钻鼻 对方 好 用刚才 刚才咱们画尖的画花心的这个重色笔 给它画上 画的鳄片 然后用比较嫩的绿色 画上这个画杆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让它撤 这个你画不画叶子都可以啊 这个画不画叶子都可以 稍微点几片叶子 表示这是 叶子不要让它那么开 表示它是这个小花包的叶子 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就可以给它 稍微 稍微再干一点 用墨 用墨的颜色 如果太重的话呢 你调水 调水呢 它又 变得稀 它又渗开了 用墨 然后挑一点花青 把它挑成那种 接近于黑色的这个深蓝色 钩叶金 好了 咱们这个画 就画完了 这个地方 因为咱们今天没有用墨 所以就画了一个蠢黑的蝴蝶 这边的空白的宽度和这边的空白的宽度 相等了 所以咱就在这一边画了三只蜜蜂 把这一成六的空白给它分割成了三块的小空白 这边是一块的空白 这边是一个大空白 落宽就落在这个地方就行了 好 对 好 好 哦 好 好 好